大学四年谁没经历过上台报告的时候 所谓人靠衣装,PPT要靠包装 再精彩的内容也要搭配生动的呈现 再无趣的内容也要搭配有趣的画面 一份生动有趣的简报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花心思在简报的牌板上 不仅需要下载有趣图片,制造生动图表,创建关系图等等 单单调整颜色,大小,字型,就已经耗上了大半天的时间 别担心,没有事情是全解决不了的 图书馆的资料库为大家购买了海量的电子资源 其中就包括了大家最常用到的简报模板 今天图书馆的大学生涯使用小课 将手把手的教你使用点降简报模板 来搞定各类简报 使用方法很简单 首先你需要成为一名辅大的在籍学生 因为点降中大部分的资源都是需要付费才能下载使用的 第一步打开辅大图书馆的首页 接着在电子资源的栏位下点选电子资料库 接着在电子资料库的搜寻栏位输入Image DJ 即可找到点降云端图库的连接 点选连接进入到点降云端图库的首页 并左手边的账号和密码都输入FJULIB完成登录 接着别忘了点选左手边的已订阅 这个项目底下才是我们能够直接下载和使用的资源 这时候就能看到右手边罗列了辅大在这个图库中所订购的所有资源 除了今天要介绍的简报大师 也包含了Design Master Magic Layer Illustration 各类插画 Motion Elements 以及海量的图片和影片可以使用 有兴趣的同学 欢迎自行点阅和查询 接着请点开简报大师 底下就会有各种各样简报模板的大类号 点开你想要的简报模板类型 里头就会有与该类型相关的PPT档案可以下载 下载之后打开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简报拍板 这时候你只需要把你报告的标题和内容给填上 一份生动有趣的简报就随手完成了 当然还有时间进行微调的同学 也可下载不同类型和版型的简报模板结合起来使用 而对于模板中照片不满意的同学 也可到点降云端资料库下载自己满意的照片来复赶 长年累育下来就能打造出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简报模板 关于制作简报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有需要了解更多学校为同学提供的电子资源 欢迎点选以下连接或扫描QR Code 将会有更清楚的资源清单可供查询 或请在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 自公伯楼和祭祀楼的参考服务柜台做口头询问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同学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